又回到每個星期你最期待的Game Hub 遊戲設定很多時候都會影響到大家的投入感 但如果一部抹西的遊戲設定在現實上出現的話 又是否一件好事呢? 當然啦,今個星期還有很多不同的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位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和你看一看星期的遊戲界資訊及消息 如果喜歡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Hey Guys, I have some news for you 在遊戲開發廠方面 雖然近年不同的遊戲公司龍頭戰職都跟以往有少許多出入 不同的遊戲方都依然很努力開發出各式各樣的遊戲 但在疫情期間無論開發環境也好玩家環境也好都有驚天福地的改變 又不是每一間廠每一個決定都會得到玩家們的認同 Square Nix 在日本曾經是非常一線的遊戲開發商 但最近幾年因為不同跟NFT相關的發展方向而令玩家大跌眼鏡 然後跟隨遊戲大潮流推出食雞遊戲 哪怕有著FF那麼巨型的IP都好下場一樣不是太理想 除了境內IP之外 境外的子公司開發或發展方向都一樣不理想 在之前邊鎮中大部份公司包括開發過Tomb Raider新版的Crystal Dynamics 開發了復仇者聯盟的Ideos 他們都一間間被人買出令到海外的發展可以說是嚴重受創 去到早前公司終於宣布 現時公司的社長崇田楊右即將卸任 他離職後亦都不會接受新職位 而接手社長一職將會是現任的董事同生龍師 他跟前任的社長一樣都不是遊戲開發出身 但就在Square Enix 擔任過不同職位 例如中國的董事長、公關企業規劃負責人等等 近年Square Enix 推出的遊戲風評就好像沒有以前那些那麼厲害 甚至有人覺得今時今日他只是一間靠FFR 由Jergan Quest 兩大經典遊戲作品才能生存到的遊戲公司 到底換了新社長後會不會一勢頹風 再次成為大家眼中的頂級遊戲大廠呢? 這個位置大家就要好好期待一下 做開事的時候大家經常都有句話 就是如果你有把柄在別人手上就不要太得寸進尺 最近我們又見到另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有一隻被稱為超音鼠之父的中預師 他之前就加盟了Square Enix 亦都為他們開發出年度復作巴蘭的異上奇景 這遊戲就真的嚇了大家一跳 他離開公司後亦都因各種原因跟Square Enix 對保公堂 又這樣說你走得正站站當然沒問題 但如果你這個時候就被人爆黑材料出來 就真是神仙都救你不到了 中預師被人爆出 因為在公司入面 得知到未來各個大型IP合作開發商名單 更加在消息正式公開之前 買入了大量這些合作公司的股票 例如是開發 FF7 The First Soldier 的 A Team 又或者是幫忙開發手機版用者鬥樂龍的英明 中預師亦因此涉及內線交易而被起訴 早前這宗案件在東京開審時 中預師亦都認罪了 裁決何時有結果就未知 不過今次中預師所涉及的股票金額 大約是1億4470萬日圓 差不多就是570萬港元 看來他之前說 我離開Square Enix 後應該不會做遊戲了 你看他一早知道自己的未來 上網打機大家其中一樣最喜歡玩的 我想數上FPS是沒問題 這類遊戲最大的大技是甚麼? 當然就是同場有外掛啦 陶利塔科夫之前就有不少朋友喜歡玩 因為遊戲中的象徵度比同期推出的遊戲好很多 遊戲內容、畫質、象徵度都非常高 遊戲去到今時今日,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當然都是外掛問題啦 坊間有不少Youtuber、網路人 亦都各自組織了自己打擊外掛團隊或方式 但早前有Youtuber就秘密潛入了外掛群組 並且拆解了一些外掛使用者之間的暗號 遊戲玩家GO在之前就安裝了一個穿牆的外掛 裡面他的透視功能就可以令到他見到其他不同的玩家 他發現如果對方都是一個外掛玩家的話 他們就會將角色左掛右掛左掛右掛 好像say hello 並且對方一樣會做出同樣的動作去認清大家的關係 遊戲的外掛問題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單單是GO出入的Discord Group 其實已經有4000多人在用 GO出今次的行為都有非常兩極的回應 有玩家就非常感謝他 就說被大家見到外掛圈的生態 同時也有玩家認為 蛤?那不就是曲線宣傳外掛? 這件事慢慢傳到開發商的耳中 開發商其實都有提到 他們已經非常努力打擊外掛 單單是防外掛軟件2月底的Patch 一個星期已經Patch了4次 但是Patch得多 在效能上好像沒有太大幫助 正如影片一開播說 玩恐怖遊戲最重要的是投入感 但如果恐怖遊戲的設定來現實世界的話 那就不方是好事 其中一個最近的話題作 《最後生還者》中 遊戲的世界設定觀就是講人類被真菌寄生 現實生活中在美國一樣出現了一種真菌 令植物窒息生長不到 這種真菌在田納西州林肯郡被人發現 當地有著名威士忌廠Jack Daniels 消息說釀製這種威士忌時 他們揮發出來的酒精 令到這種真菌得以成長 然後這種真菌不受控制蔓延 無論在屋上、車道、公園 甚至在不同職律上 都有一層非常厚的真菌 當地居民除了投訴之外 更加準備控告Jack Daniels 的釀酒廠 希望可以藉此改善有關的情況 大家最大的惡夢是什麼? 作為一個遊戲玩家 我相信大家最害怕的 都是見到自己最心愛的IP被人拿去改編 說真的 好像The Last of Us 的佳作 十年都沒有一套 而今次有幸被人改編的就是 早年非常受到大家歡迎的恐怖遊戲 Dead by Daylight 大家不用擔心 今次負責改編的 分別有現代恐怖片兩大巨頭 瘟子仁的Atomic Monster 以及負責Get Out 以及國定殺奧日的Bloomhouse 當然遊戲製作公司一樣會派代表去擔任共同製作人 瘟子仁在消息公開後就表示自己是系列的粉絲 而Bloomhouse 也在訪問中提到 希望找到一個一樣是遊戲粉絲的人去做導演和編劇 如果你是這系列的粉絲 我想之後的星期日你都要多回教會或多拜神 真是求神拜佛這套好好看看,不要炒車 又去到你們最期待的靈魂花生 其實大家都知中國都已經很久沒有再推出新的遊戲版號 你要玩多一部新遊戲 又或者玩多一部原汁如美的作品 都要靠水貨 又或者就是... 有些地區你就可以叫它做水貨 又或者是產地直送平衡進口 但有些地區你沒有打碎、沒有經海關 那就是走私貨 走私的下場是怎樣? 當然被人扣了 就在早前一部吉的貨車 裡面身為了800隻PS5的霍格華之的傳承 沒錯,一部吉的貨車怎樣收800隻遊戲 沒有的,那你改裝一下貨車吧 看來場內的人要打機 看來之後都要經跳版在不同地區買數位版就穩陣了 你看遊戲又被人扣了 我們這邊想買實體遊戲的又買不到 唉,搞到大家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玩惡龍 遊戲中大家可以插旗 大家亦都可以設計自己的牙旗 其中一個大家設計的元素就要去找回你性甩東西 然後大大的盛事堆落之旗 在試玩版的時候 玩家就可以找到雜誌 但好可惜你在正式版的時候 如果你想跟偉大的領導人一樣性 Sorry 不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之前特別推介介紹過那個Nikki 遊戲賣點是什麼 我想大家都知道 早前他出了一個鏈鋸人的聯繩活動 讓大家可以在真紀真的後面全力支持他 但他的大褲造型就真的被人剷到天花板 開發亦都非常懂得做 他說未來更新的時候會拿走大褲 沒想到這件事又令大家中北 令大家可以見到真紀真更深入的位置 在哪裡 沒錯就是人物骨架 不要想太多了 哈哈哈哈 嘩,為什麼跟我想像中不一樣 又到消費券時候 又是準備賣東西 不過你放心 今次不是特別推介 你有沒有一個越南大戰 如果你有玩過的 對這個H字應該非常熟 台灣就有廠方推出一個音效盒 只要你一按H字 它就會播出知名的音效 你有沒有瘋的 突然間成… 突然間變回小惡妓 700元台仔 有興趣的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一個 都暫時只是傳聞而已 大家都應該知道 Xbox 方面的產品設計部 是非常不務正業 他們除了推出過大型雪櫃 小型雪櫃 惡搞完XSX 另外一部主機XSS 一樣有份 今次傳聞說的就是 拿這部作品做一個多屎爐 雖然暫時圖都未有一張 但我覺得這班人真的做得出 今集的Game Hub 就來到這裡 今次是一直以來支持的每一位會員 因為有大家的支持 才令到我有更多資源發展我的節目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節目的話 記得加入會員 每個月都是25元起 今次是大家的幫忙 令到節目有更好的發揮 以及更自由的講話空間 如果你們網上看到有趣的新聞都可以PM我 我是希治閣 我們下集的節目再見啦 拜拜